每天都要来一杯 冰拉铁 怎样 看你尴尬啊 嗨 大家好 欢迎回到有人的生活记录表 这个口味好好喝哦 跟你之前的不太一样 这个可是加拿大来的口味呢 新口味啊 这是埃草从加拿大带回来给我们喝的 很好喝 好 今天的重点是什么 今天是2023年的4月16号星期天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2点钟 今天是收到一位比较熟的艾草 我们之前比较多的来回通行 然后他要请我们去入住一家饭店 然后重点是他跟我一样是一个喜欢搞惊喜的人 所以他怎么学到这个东西啊 到现在我们就是今天晚上入住 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钟 我还不知道要去哪里 他就是前面的时候 先跟我们确认什么衣服的size啊 鞋子的size啊 然后确认餐点的口味啊 但是就是不知道要吃什么 不知道去哪里 刚刚前几秒钟才收到他的email 要揭晓我们现在要去哪里了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打包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想说啊反正就是去住一个晚上 对啊我想说一天而已 应该也不用带太多东西吧 但是他有说就是 请不要过度期待哦 就先打好预防针 我要来揭晓了哦 他的信件里面是这样写的 给最有质感的影片制作者 爱尔文已经贵妇五一 诶 好像你不违和啦 今天要让你当贵妇是不是 他说入住倒数一小时 诚挚邀请两位入住以下的饭店 这间饭店是在北投的利喜温泉酒店 好像有听过耶 我记得蛮高级的耶 不知道 你完全没概念 然后他还帮我们安排了行程 这下午四点半有馆内的spa 还有七点十五分是欧陆餐厅享用晚餐 哇一整套耶 但是跟之前一样 我事前都有先跟他确认过 就因为我们会拍片嘛 想说我们可不可以真实的去反应 因为毕竟这也不是业配 这是他自己花钱邀请我们去入住的 所以他说OK 他也希望知道实情这样子 那还是非常感谢他的招待啦 感谢招待 平常心平常心 对平常心 以平常的标准来去看待他 好准备出发吧 出发吧 Go Go 快到了快到了 应该转个弯就到了吧 哇真的是在山上耶 我们大概200年没有来北投了 可是在山上转个弯就到了 都还没到耶 到了啦 就这里 上左转 我们抵达停车场了 刚刚一进来停车场的时候啊 感觉就是推行李箱出来都是贵妇 好像很厉害耶 哦 这是叫什么空中庭院吗 这没有水池 有人坐在那边chill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很高级耶 对啊 你刚才差点又要露出香巴老的表情 没有 我也很镇定 有我们两个都很镇定 但其实心里又很确 没有 你刚刚在那边 哇 是哦 有吗 有 你刚真的有 我想说我已经很镇定了 没有 你刚刚有一个就是哦 我就想说 你可以冷静点吗你 我是真的没有听说过这一家 我是真的听说过 但我不知道里面是这样的 它是一家五星级的饭店 所以我刚刚问了很实力的问题 因为他讲说 等一下大概什么几点到几点钟的时候 会有房屋来 就是如果他就叫他们 如果没有人的话 他会帮你放置成晚上的情境 然后放一个什么小杯的酒 这样子 他称那个叫什么开夜酒 好像是好像是 我就说 这个服务是只有你们有吗 还是有特别交代还是什么 他说 哦没有 这就是五星级饭店都会有的服务 我就 哦 哈哈 但我们之前应该有输过五星级的 没有 我们也有这样子开业的 像那个 我们之前去宜兰的那一家 有吗 聊聊教习 啊 聊聊教习 他也有 但是好像没有附那个什么 小的酒这样子 然后艾草还特别请那般准备这个 真的很贴心耶 真的 这个生土是超好吃 他是知道我们今天午餐都没吃吗 怎么用客气啊 对啊 等一下可以 哦 哦 还有写卡片哦 给艾尔文和五一十三周年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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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尔文和五一十三周年快乐 恭喜恭喜 希望两位能够享受 这喜欢这一次的住宿 另外 二包是东东的第二个生日礼物 东东还有生日礼物 东东的礼物真的会让我递嫉妒耶 那东东的生日和名字都是参考艾尔文去年天文制作的 后来才了解到是4月9号 所以又制作了另外一张正确的 你看你们 害人家搞得很乱 对不起 所以又在制作一张正确的 孰不知名字是东 你看你们一直改 一直改 希望两位不要介意 也会喜欢东东专属的两岁礼物低调爱潮 谢谢 谢谢 真的谢谢 哇 东东的身份证 真的耶 然后它是悠悠卡官方清一次 后来 还有这种东西喔 真的太有心了 我也没有看过耶 对 很有心的礼物 好啦 谢谢这位低调爱潮 谢谢 我们回到正题简单带一下 因为我们等下4点多就要去 他有帮我们安排那个SPA的按摩服务 我人生中第一次 在饭店做SPA 然后第二个是人生中第一次 来北投住宿 来首先 玄关一进来之后 这个就是以前的冰箱 他说的啦 咖啡机 水 茶 你看他的茶还非常的高级呢 我一说他这个想要带回去 然后就跟人家说 哦 这个是我特别去买的纪念礼物 哈哈哈哈 你现在讲出来了 我怎么送 那原本要送给我弟呢 诶 是这样子是不是 诶 有你喜欢的东西耶 哦 坚果啦 赞 然后他说冰箱里面的东西都能够喝 诶 其实我觉得这里真的是 我们刚才是浪费了15分钟塞车 对 真的是一分钟都不该浪费 对啊 而且我没有带泳裤 还有户外泳池很赞 对 我刚才看户外泳池会有点饿完 怎么会没带泳裤呢 他刚刚讲了一个我觉得很贴心的地方 他说如果做你退房之后 还想要想用温泉的话 可以到下午2点钟 然后这个房间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是三井的 三个井 嗯 是三面井 对 所以你这边看得到这边的景色 那边看到那边的景色 还有浴室那边看到另外一边的景色 view都是非常好的 这边看的是丹凤山 嗯 然后还有那个攀岩石的步道 然后旁边是看夜景 另外一个是泡汤那边的景色 这边就是你的书桌 这个是一个小客厅区 也不小了啦 很大的其实 大了 很舒适的 凤梨书 水果开胃的东西 电视机 再进去你的房间 你看 这边看出去就是第二面的景色 然后再过来这里 就是你的房间区 难怪艾草要提前先问我说 那个size是怎么样的 因为它有准备好这边 舒适的本岛服 作为馆内活动休闲服装 然后浴袍它给你折成这样子的形状 然后衣柜里面难怪它用我鞋的size 你来这里入住真的什么都不用带 它还有帮你准备好拖鞋 这已经是高温杀讯完毕了 很棒耶 还有房间内部使用的 真的什么都有准备 保险箱也在衣柜里面 很大间的空间 再往里面走 这边就是我们的 厕所浴室跟整备化妆区 真的是五星级饭店 两个洗手台 所有的备品都在这里了 很丰富 一大面镜子 它的洗澡间跟它的厕所马桶 也是分开的 马桶有免治马桶 再往里面去 最后一区就是我们的泡汤区 个人泡汤区 对个人泡汤区 就在房间里面你可以自己去泡 然后它有搭众的就是外面的那一种 然后也有全裸的男女分开的那一种 全部都有 这边就是他刚刚说的第三面的景色 三叻 你要不要明天请假 我们在自飞住多一个晚上 真的吗 没有 我开玩笑了 我开玩笑了 我答应你了 你怎么可以欺骗我的感情 不行啦 你假很少 我们都不能够浪费在台湾 为了你我可以浪费 真的吗 那我去冰岛 现在冰岛在那边请假 就请得叽叽歪歪的 在那边跟我说 你现在可以 不是重点 不要讲那个 这边吗 搓上了 好 还有卡片 那卡片是你们做的 那是我们写的 谢谢 有没有需要帮你们拍个经典的照 好啊 照片会洗出来 好 真的是惊喜连连 刚刚突然间就送来了这个 说这个是周年蛋糕 他们师傅亲手自己做的 这是五星饭店的服务耶 真的 而且他们自己熟悉耶 祝福两位在这特别的日子里面有美好的回忆 祝福两位在这特别的日子里面有美好的回忆 未来也要学业进步马到成功 紧握彼此的时候幸福度过 这个是他们前台front office提供的 谢谢 谢谢 哎有没有红杏的娃的感觉 红杏的娃他随便帮我们拍照 然后做成一个 有收到啊 对 我的展示墙上面要多一家饭店的照片了 真的耶 谢谢艾草 谢谢 真的是惊喜连连 我们要去按摩 虽然我们没有去泰国 我们没有去过睡觉 但是我们要去按摩 而且是 在五星级饭店的按摩而已 好像很长 气氛酷 其实蛮好看的啦 不会说衣服不是你 interested 我问得 那ý在 我们的房子里梯 我们去兰 Arturopea 点燥 转意 点燥 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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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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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先生 這是為您準備的 開業酒 來 倒酒 皇上賜酒 賀鼎紅 這個可是我們2011年 比利時 得獎的酒 這麼厲害啊 どうぞ 那是對長輩才要測過去 您不就是長輩嗎 不是 好喝耶 真的好喝耶 它是很好喝的梅子酒 我們剛剛 就4點半就下去按摩嘛 這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在飯店裡面去做SPA按摩 因為平常看到那個教會 我就是 進不去 第一次這麼完整的詮釋按摩耶 我覺得我的身心裡被Vivian進化了 我們的按摩是一位叫Vivian 然後我的叫Selena 你幹嘛要笑 這怎麼好笑的 不是因為這個 名字剛好是我們平時在玩女婆遊戲的時候 會起了名字 我們這次按的是120分鐘 好像才有加一個30分鐘 所以就是大概兩個半小時左右 原本一開始的時候我想說 好像有點太吵了 我也會覺得想說 應該一個小時就夠了吧 結果 就是閉眼睜眼睜眼睜 他說 林先生 時間已經到了 對 我有點嚇到耶 他說已經7點10分了 我說 怎麼那麼快 重點是因為我們先按背面嘛 然後過來轉正面 背面的時候我原本想說我應該很快就睡著了 結果沒有 武儀在旁邊打呼打的跟什麼一樣 屁耶 你打呼打操 我想說你真的很丟臉 你不要亂造謠 我一直在想說要不要叫醒你 想說你真的很誇張 因為我們兩個人就是在兩張床嘛 可是在同一空間裡面 然後Vivian在給他按的時候 他就 沒有這麼誇張 而且是越來越大聲漸進式的那一種耶 我一直在克制 但是應該沒有 你真的沒有在克制 你就是感覺就 噢醒來了一下 OK好 然後你就開始沉默 不到5秒鐘開始 你不要摸摸那麼 唯面唯笑 不要那麼誇張 你真的很誇張 我真的覺得很丟臉 我通常看韓劇的時候 通常不是兩個貴婦在這樣 坐在旁邊互相一直在聊天嗎 沒有 我們就是很沉默的在按 在打呼 然後我們按摩完之後 時間到了 趕快再去吃晚餐 晚餐 真的 有五星級飯店的享受 好吃 真的很好吃 然後就是一整套 像你們現在看到的畫面這樣子 整套SETO這樣子過來 麵包又烤過 超級無敵好吃 服務態度非常好 我麵包叫了三輪 真的很誇張耶 因為真的很好吃啊 然後畢竟它是五星級的飯店 所以我還是出了一個烤題給他 就是當他問說 有沒有什麼食材會過敏 還是什麼不吃的嗎 我就想說 我不吃海鮮 所以他就幫我換 譬如說五魚的干貝 然後就幫我換成火腿 而且火腿還蠻好吃的 我覺得有些你換的 我反而覺得更好吃 不好意思 鮑魚是因為我跟五魚都不吃 所以鮑魚 它原本是湯品那裡的時候是鮑魚 然後他就幫我們換成蘑菇湯 也蠻好喝的 也好喝 最後煮餐上來的時候 我記得一個是美國牛小排 一個是澳洲M7和牛 我沒有聽過這名字 但是好好吃 超好吃 三分熟但是入口即化 對 非常非常非常好吃 我覺得那個M7和牛應該是第一名 它油脂也不多 那美國牛小排油脂反而多一點 可是它是五分熟 但是也蠻好吃的 艾草還有另外招待一個龍蝦 後來真的吃很沉 然後我跟你講甜點也非常非常的用心 我們點了兩個不一樣 一個是黑森林 是黑森林巧克力 但它不是蛋糕 它是巧克力 但是它就是用黑森林的液晶去來做設計 做成一個花團井簇的感覺 那我的那個是鳳梨酥 我有沒有想說房間就有鳳梨酥 我幹嘛要點鳳梨酥 結果它是完全不一樣的鳳梨酥 很特別啦 然後它還有附那個開心果的牧師 整個擺盆跟口味都很有求是 不得不說 就整餐吃下來真的非常非常的滿足 口感很豐富 然後吃飽飯之後 時間真的很趕 因為它的那個裸湯 是11點就關門了 所以我們10點鐘的時候 趕快先沖下去 先看一下戶外游泳池那邊長什麼樣子 因為明天他們是不開放 每個禮拜一他們都要進行維護維修 所以有點可惜 對因為我們今天下午也是忙了一整天嘛 所以我們最後的時間 我們就去泡了他們的裸湯 這個裸湯真的很棒 但我們一進去的時候 真的有一種在日本的感覺 那它也有那種就是日式的 做事洗澡的地方 沖澡啦 做事沖澡 對 那也因為是在台灣嘛 所以它還是因應台灣人的習慣 它還是有很多個隔間的那一種 如果你要隔間的沖澡也是有這樣子的地方 然後它的那個泡湯區有兩大池 就是40度跟43度 然後有冰池是20度 還有冷池是28度 然後三溫暖 烤箱跟SPA都有 它就是有一個石頭的石板 然後它是溫溫熱熱的這樣子 你可以躺在那邊 就是整個很放鬆 泡湯區裡面裸湯的地方 它是調高的那一種 裡面還有各種飲料 有什麼薄框粒啊 可樂啊 然後還有小餅乾 還有蘋果 還有咖啡 它是近代外食 可是它裡面準備的很豐盛給你耶 就感覺在裡面泡湯也很享受 目前好像沒有什麼特別好挑剔的 我很喜歡耶 它的價錢我們剛剛查了一下 無論是官網還是booking上面 就是禮拜天到禮拜一的價格 就是兩萬六 這個方形 對 然後這只有包早餐喔 還不包括晚餐喔 我覺得它好歸好 但是 我覺得還是要移在我們心裡面的那一把尺 我還是覺得太貴了 就跟我們住宏溪熱熱的感覺一樣啊 宏溪熱熱熱我們也是感覺很好 但也是覺得太貴 對啊 而且你想看你在家晚餐的話 三萬吧 就差不多三萬 一個人就差不多一萬五耶 所以我們現在就拍完片之後 我們等一下就好好在這邊享受一下一下 明天早上一大早有很多事情要做 因為還要享受一下裡面的那個 房間裡面的個人浴嘛 對啊 每次出這種高級的房間都會 又想享受但又想拍攝 對 然後就是覺得時間不夠用 Good night 晚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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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邊要用他們的早餐 那哈瑞的早餐就是 你的臉怎麼沒有昨天的缺藥感 因為他的早餐只有一張中式的早餐 五星級飯店耶 至少有一個西式的選擇吧 他說只有虛逐第二天可以選擇西式的 其實他整個擺盤跟東西還是很豐富啦 但就是不是你的口味 對啊 對你來說有點太重了是不是 不是太重 就是我就是不喜歡農事的早餐 因為都是什麼菜啊 你是不是寧願昨天的早餐 那個昨天的麵包來兩份就好了 對 昨天晚餐的麵包 你直接給我兩份 我都覺得比這個好玩得多 比這個更像五星級 啊 這是你個人啦 你個人比較搞怪的 我就覺得還不錯啊 我只能說艾嫂真的太貼心了 他一定是知道我不會吃他們的中式早餐 所以昨天入住的時候 就幫我們準備了這個禮物 SAKIMOTO的生吐司 好啦 你的貴婦之旅要結束啦 好短暫喔 而且我下午就要直接上班耶 我也是要直接上班啊 直接面對現實 這個周末不是帶你去爬山 帶你來當貴婦 好像真的很久沒有當貴婦喔 這是你最後又貴婦之旅喔 我們要最後一個 因為接下來就要去爬大小爸啦 三天兩夜 現在的時間是早上9點54分 我們是11點鐘退房 所以我們等一下還有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 要把同事給收好 真的是很讚 各方面我覺得都很好 從服務態度啊 然後飯店的設施 就是如果真的硬要出去毛球吃的話 就是 兩點 第一點就是 好像是那個大廳那邊的窗戶玻璃那邊比較髒 就是看景的時候會受到一些些的影響 然後另外一點真的就是早餐 因為你既然說第二天如果可以讓客戶去選擇吃西餐的話 那為什麼第一天不行 比較貼心的做法是入住的時候就直接問說 你要西式早餐或中式早餐 因為畢竟真的不是每個人都愛吃中式 好啦至少我不愛吃中式 雖然說他做得很高級 對他做得很高級是真的 然後用料都很厲害的感覺 十三週年快樂 好 好 好 see is in lif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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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